原煤发电在中国发电结构中约占三分之二,仍处于主导地位 煤炭价格剧烈震荡,给上下游的煤炭和电力行业造成巨幅波动 有鉴于此,发改委于2月下旬公布了煤炭价格合理区间 秦皇岛5500大卡下水煤570至770元每吨 这一合理区间用于指导煤炭中长期合同价格,而非现货价格 因现货价格较难预测和控制 发改委希望推动电厂更多通过长鞋合同采购煤炭,稳定成本 煤炭长鞋价格每月调整,其定价机制为 固定的指导价和若干行业指数各占50%权重 因这些指数本身大部分由长鞋煤组成 因此最终得到的长鞋价格将非常稳定 此次制定的合理区间相比2016年制定的500至570元的指导区间 有大幅调升,反映历经供给侧改革和安检升级后 行业供需结构更为趋紧 中长期而言有利于煤炭企业 从历史来看,当煤价处于570至770元区间内 大部分煤炭企业均可产生较强的经营性现金流 但资质差的公司可能因较高的维护性资本开支 而无法降低负债规模 当煤炭消费达峰后,其信用状况仍有风险 短期内该区间对当前高位的现货煤价有向下的指引作用 而无冲突后国际煤价飙升 而国内煤价相对温和,体现了发改委调控的作用 由于浮动电价机制的引入 电力企业可以向下游传导燃料成本 煤价合理区间是完全可接受的 据大致测算,即使煤价处在合理区间的上限 只要电价上浮10%,大部分电厂即可实现盈利 自发改委去年10月放宽电价浮动范围至20%以后 大部分省份的市场电价均有10%以上的上浮 虽然发改委希望煤炭长鞋能覆盖电厂全部国内煤炭的采购 但由于当前现货价格和长鞋价格相差悬殊 长鞋合同的推广或许不能一蹴而就 但长期而言,对电力企业稳定利润和现金流的作用是无疑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